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位在 銅鞍街跟羅氏浮路的交叉口 前面看到那紅綠燈是和平西域跟羅氏浮路口 沿著畫面往右手邊帶 現在看到我們的轉角是一個馬谷查房 對面是我們古亭捷運站的2號出口 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位於正銅鞍街上 一棟叫做中正傑坐的建案 中正傑坐的建案 從2號出口步行到我們中正傑坐 約莫步行的時間是2分鐘 畫面往右手邊大家可以看到 在銅鞍街側邊這邊有一棟叫同心圓的臭豆腐 非常的有名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中正傑坐的樓下 樓下是乘出給咖啡廳做使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樓的外觀的部分 它是一層7樓蓋的建築 大部分一層都規劃兩戶 7樓的部分只規劃一戶 現在我們來到了大樓的側邊的部分 垃圾處理區位於1樓側邊 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到我們的室內去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進來我們的一樓梯定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右邊的部分呢 是我們機械車位的出入口 我們要停車呢 要先經過外面的一個鐵門 左邊我們的公布欄 然後用鐵門關注這是我們逃生梯間 現在我們先去看我們車位的等待區的部分 從外門的鐵門進來呢 我們車位可以現在這邊等待我們的機械車位的轉動 現在看到的就是黑色外面的鐵門 再來我們準備搭電梯到我們的小公梯間 社區因為沒有管理員 所以採用當層管制 我們的磁控呢 只能到我們的當層的一個樓層跟R樓的部分 現在我們來到小公梯間 先看到是我們逃生梯的部分 再來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室內去看 首先引進來室內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開放室的一個空間 畫面往左手邊帶呢 看到的是我們的餐廳跟廚房 還有兩間房間 目前是沒有隔間的 衛魚的部分呢 則是在廚房的旁邊 接下來我們先來看房子前半部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客廳的空間 我們房子最特別的部分是 它有約定專用的大露台做使用 所以說如果家裡有洋寵物 或者是種花花草草的 就非常的適合 首先我們來到是我們的 露台的空間 現在看到這個竟然是阿曼雪雪 在丁州路上面 下面這一條呢 是靜江街跟童安街交叉口 前面看到的就是我們剛從捷運走過來的一個路程 剛有提到從2號出口步行到我們這邊 大概是兩分鐘左右 在我們進到我們的室內 在我們的客廳的左側呢 有一個小型的一個路台 從這邊可以更容易看到我們的 距離古廷間的距離 這邊的朝向呢 是比較朝向我們南昌路的方向 在我們往我們的房子的後側前進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梯間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內梯可以達到我們的 真鍵的部分 那再來現在看到我們的客位 客位的部分目前規劃一個乾濕分離的淋浴間 那並且有一個自然的通風口 側邊有一個開窗 那在淋浴的部分呢 採用比較形式按摩的一個沖澡的設計 那我們往右手邊 大家也可以看到 現在規劃這個開放式的空間 原始是個 預計規劃兩個房間 那目前沒有做這樣的使用 那地上的電線都還有做保留 這邊看到的是我們的一個小型的儲藏間 空間不大 寬度約50公分左右 可以放我們的衣服 這兩個房間的朝向呢 都是朝向我們的西北側 再來我們來到我們的廚房的部分 廚房的部分呢 目前廚具跟我們的 廚具跟我們的 冰箱呢 目前都還沒有做規劃 但是我們的管線 包含天然瓦斯管 都規劃在這個部分 這邊看上去的朝向一樣 是西北側跟剛剛兩個房間一樣 客廳是朝向東南面 同安階的方向 在我們準備到樓上去看 在上樓的路途當中呢 我們一樣是 樓上的衣魚的位置跟我們 樓下的衣魚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上樓這邊 是一個樓空的設計 高度是6米 非常的舒適 再來現在看到的位置呢 跟我們樓下房間的位置很類似 那右手邊看到這個呢 是我們樓下廚房的相對的位置 那這邊則是跟我們樓下客位的位置同樣的方向 大小也都一樣 也都是用乾絲分離的設計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前去看 目前這邊呢是我們樓下客廳的位置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隔間的規劃 再來看到這邊的位置是相對的 我們小工梯間的部分 我們這個房子呢 雖然沒有管理員使用磁扣進出 但是我們有垃圾的收送 在我們一樓的側邊 那每個每層樓呢 每戶地下室有個儲藏間 現在看到是我們看到樓下的露台的位置 步行到古亭間的二號出口 步行時間約末是兩分鐘 學區的部分呢 國中是銀橋國中 國小是合體國小以上 謝謝大家